日本知名当代艺术家 奈良美智特展第二站来到高雄 吸引不少的民众 不过她最知名的作品背后藏刀 居然出现了真人版 而这位小女孩就是 现任国防部长邱国正的外孙女 日本当代艺术家奈良美智 在台湾相当受欢迎 她最知名的画作背后藏刀 竟然出现真人版 小女孩同样穿着白领红洋装 肩上短发斜刘海 眼睛望向左下方露出厌世的表情 再加上右手藏在身后 与画作几乎一模一样 其实这位小女孩正是现任 国防部长邱国正的外孙女摩理 身边有太多朋友跟我这样说 然后我就就是自己也觉得很像 然后后来就是有朋友跟我提议说 直接买类似的洋装给她穿 然后就是家来模仿 邱国正女儿邱子云听了朋友的建议 决定试试看 后来更将图片分享到个人社群网站上 没想到还获得奈良美智本人的认证 说好那我就拍几张她的照片 投在IG上面 试试看要不要就是 能可以让那个奈良美智大师发现 就本来不抱任何期望 然后就想说tag她 没想到她居然转发我的照片 我真是超激动的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没想到真的让大师看见 邱子云表示国际上知名度相当高的奈良美智 每天应该有成千上万的人来标注她 但是她除了看见 转发甚至还打上100分 让邱子云又惊又喜 决定大方的跟大家分享女儿的可爱模样 她是得过奈良美智本人认证过 就是国际认证的奈良美智娃娃真人版 而奈良美智特展第二站来到高雄 趁着廉价最后一天 还是有不少民众排队前来参观 就是要一窥国际知名大师 奈良美智的作品 东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